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小学就在海南村里面的一间小学叫画蒙小学 海南画在村里面是一种通用语言 老一辈在看报纸的时候他们不是看是读 他就把新闻稿念出来 我们小孩子不懂看报纸了 就听他们读 有时候听得很清晰有味 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视 只有电台的广播 那么这个时候也给我产生一种好奇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收音机箱子里面 不有人在那边讲话出来呢 所以我想以后想办法去电台看看怎么样了 哦 所以当时这台收音机就是您的广播的启蒙了 对 所以1960年我20岁我读中学毕业后出来教书 1964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电台叫做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在报纸上就登了一个新闻说要召方言的监制广播员 两次事页后就录取了通知我 培训了一个多月就正式的做班了 刚开始要报海南新闻的时候 会不会特别的难 觉得很拗口 不是很难 有点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开麦 没有讲过我们怕 所以要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地静下来才可以 在以前我们还没有电脑打字之前 所有的新闻编辑在新闻室那边用手写翻译 那么那些电报 英文电报来 他们就拿来就一边翻译一边写 那么我们播报员就在那边等 所以他写完了 那么下面的那复印就给我们 上面的是给华语的广播员 而且每一个编辑的字体不一定一样 有的写很潦草 所以我们先要看这个稿是很吃力的 最可怕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在念了 他就把你手下的那些稿拿去了 再换了再交给你 哇 这真是恐怖 到现在还会被心有余悸 现在的广播员没有遇过他们不知道那种恐怖 那么现在就很好了 现在电脑的整整齐齐的两张字 报海南新闻的时候 特别挑战性的地方是哪里 就是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字的读音 我们海南话很少用的 我们有时候要翻字典 要不然就是说有一些词语 我们海南话不是这样讲的 华语这样讲 我们要改成海南话的讲法 要让听众能够听懂我们的意思 比如说有一些成语 住不出户 住不出户就是成语我们听不懂 我们说不必出门就好了 不要出门 老师我讲的标准吗 可以吗 你不是海南话 一听就知道我不是海南人 那么老师你可不可以现场就跟我们示范一下 我这边有一则新闻稿 我用华语念出来 好的 待会你就用那个海南语 帮我们转换一下 授记或风交替器影响 我国接下来一个星期将出现更多雷震与天气 受访专家表示 年底可能出现多次好雨 估计芝麻一带的店家已经做足准备 并对年底雨季可能带来的淹水风险 老师这你可以马上给我们用 好的 海南语转换一下 让我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字 两个字我要改 好雨 改大雨 那么店家改于店铺 那么我念 就不要玩叫回虚的欧阳 我国接下来一个店铺 将有些人禁堆在旅前后 有机会 专家的团结表迈 以来可能有些人退出 大雨 不计划就大雨 不计划就大雨 只要大雨 不计划就大雨 不计划 因为以来 有几年大雨 就大雨 这么多旺样 虽然我刚才刚刚自己念了这一段新闻稿 不过我只听得出五级芝麻 不计划 不计划 我们照用不计划 不要照自读的 因为有些地方的名 如果你用方言读 更妙更 人家听不懂 好像 如果我们遇到 我们就讲 每个人听懂 如果改成方言 人家人不计划 差多么远 人家人不计划 人家听不懂 你讲什么话 人家人不计划 感觉这个海南语真的是 真的是好难 跟很多其他的方言都好不一样 跟闽南话 有一些相同 有一些不大同 为什么呢 因为闽南 以前闽南人 从附近那边移居到海南岛的很多 所以就把闽南话 融入了海南话里面 有一些跟海南话相同 比如说 海南话 底蜜 什么 什么是底蜜 附近话 西蜜 很接近 我们讲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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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话欢喜 也是蛮类似的 是不是 很接近 但是有一些不同 怎么样 隔蜜 安抓 安抓 不同 就是安抓 超人缘 所以是亲戚的关系 亲戚关系 就是有一些相像 就有点不同 移民 一借过来了 有些就不同了 有些海南人的 还是跟海南原来的一样 就是保存它原有的那些 所以就是说 闽南话跟海南话 有些亲戚关系 因为他们与移民的关系 你觉得年轻人会想要继承这个海南话 让这个海南话继续流传在新加坡吗 我看不容易了 因为环境是已经变了 家庭背景也变了 所以新一代对这种观念都没有了 而且呢 跟中国海南那边的联系已经断了 好像我这边 我跟家乡 中国海南岛还有联系 我的这个堂哥 子儿都在那边 我还有联系 但是我的孩子呢 我的子儿呢 没有了 如果海南话在新加坡不适用的话 你学了也没有用 就像我们讲 英语新加坡比较适用 所以很多人都学英语嘛 是不是 那么 语言是应用的 如果你学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应用呢 就 没有 机会用了 就没有价值了 海南话不仅吸收了 现代汉语的词贵 还保留了古汉语的元素 在本地 海南话甚至还融入了 马来语和英语 使它更加的独特 今天谢谢秀坑老师 今天的事情 我约就进行到这儿 那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再见